从这期节目起,我会来带着大家一起回顾整个昆西大屠杀事件的始末 在正式开始介绍昆西大屠杀战役前 我得先来给大家简单介绍一下参与这场事件的三方势力 大家别嫌我磨叽 如果大家了解了这些组织的行动原则 那就能对之后这些组织里的人的行为选择有着更加深刻的认知 义勇军大家不可能不熟悉,毕竟小黑天天让去通马桶,想不熟悉都难 义勇军的起源与壮大,那可是一个典型的废土理想主义的故事 就跟我之前介绍过的一样 义勇军的原型,这是独立战争时期临住自发组织的民兵 核战废土上的义勇军,不仅仅是想成为一个废土易警组织 当年,由义勇军牵头组织了联邦区域政府 尽管这一组织在一次代表会议上被学院的合成人渗透 在场代表全部死于非命 但大家依旧可以通过这一事件看出 义勇军那时实际上是废土最具影响力的组织 但义勇军的弱点也很明显 首先,兵员来自于志愿征兆 只要手里有支枪肯出力 那你就可以开始为人民服务了 这样也就导致组织内部容易产生权力斗争 毕竟谁都不服谁 一旦失去了强力的权威来威慑 非常容易出现内耗的情况 其次,通讯手段过于依赖位于义勇军总部的自由之声电台 当总部被攻破之后 哪怕是互相之间关系较好的义勇军部队 在有紧急情况时也无法做到及时救援 即便如此 义勇军当时在废土平民中的影响力仍然远超其他势力 起码在位于波士顿南部的昆西镇 遭到枪手攻击之前一直是这样 枪手 与致力于废土人民福祉的义勇军不同的是 枪手组织彻底贯彻了无力不起早的原则 是一个准军事化的极端 很多废土人会觉得 掠夺者和枪手没什么区别 确实 当两者在枪口对准你的时候 确实没什么区别 但是 掠夺者的杀戮与劫掠 有时就是一种乐趣 掠夺者是确实可以从破坏与混乱中取乐的团体 大家如果对于掠夺者的处事原则不甚清楚的话 可以好好了解一下 和子乐园DLC中弟子帮 Decicles的疫情原则 那就是 没有原则 他们杀人放火就是因为他们开心而已 但对于枪手来说 袭击没有战术或者战略价值的目标 是会受到上级责罚的 一切行动都要与军事化行动的利益取向 被签议 甚至枪手组织会允许内部人员 在获得上级允许的情况下 出售自己的军力 为那些出得起价钱的买家和卖力 这样的行动准则使得枪手的实力 其实非常强悍 一方面 这些人有明确的战时指挥链路 大量的一线作战经验 他们会统一着装 具有专业的战场战斗技巧 甚至作为枪手的组织传统 成员会在额前纹身 标明血型 方便战场医疗救护 另一方面 枪手是废土为数不多的 可以大量回收修复 战前一夺的科技产物的组织 大家游玩游戏时就会发现 一些枪手活动基地会部署战斗机器人 重要作战人员会穿着动力装甲 最重要的是 枪手组织会有意识地夺取 具有重要战略价值的地点 作为根据地 有效地积累生存资源 而不幸的是 昆西就是当时的枪手组织 看上的一块肥肉 昆西这个地方在当时的联邦 可是一个相当繁华的聚集点 镇上有武器装备店 药店 酒吧 餐馆等等 其基础设施之丰富 甚至可以媲美钻石城 但这里被枪手看中的原因 可不只是物资 枪手更为看中的是 此地得天独厚的地理条件 昆西地处波士顿沿海地区 南北道路的交通要道 同时附近有枪手经常占据的高架桥 遵照上级指示 一批又一批的枪手指挥官 与身经百战的士兵 开始向昆西方向集结 现在就要说到昆西的平民了 看过我之前节目的朋友 应该还记得 莫菲老妈逆天的预言能力 实际上 正是由于莫菲老妈在当时发动了预言 才让昆西的平民提前收到了警告 一开始 包括镇长 杰克逊本人在内的其他镇民 对于莫菲老妈的超能力 将信将疑 但很快 杰克逊被镇上人员极好的技术专家 斯特吉斯说服 同时 在宁可信其有 不可信其无的责任精神的驱使下 他决定向当时废土平民 唯一可以依靠的势力 义勇军求救 义勇军没有辜负镇上众人此时的期待 霍里斯上校 率领自己挥下的义勇军战士 出现在了昆西镇 之前还对义勇军的到来 有所疑虑证明 也转变了态度 因为此时 适逢枪手的先头部队 已经到达昆西 镇子上的军营 根本无法阻挡 霍里斯带队从背后 袭击了这批枪手 在损失了将近三分之一的人手后 枪手的侦察部队选择了撤退 身为一名身经百战的将领 霍里斯从来没有侵蚀枪手的威胁 在抵达昆西后 没有任何欢迎仪式或者寒暄 义勇军随同镇上的居民 一起加入到了守城备战的工作当中 霍里斯知道 枪手的撤退只是暂时的 在侦察部队摸透了小镇的防御实力后 大规模的进攻马上就会到来 镇上的军民现在对于义勇军的到来 都感到由衷的开心 镇长杰克逊甚至主动将自己的住宅让出来 使得义勇军将士可以将其作为作战会议中心和士兵休憩的场所 镇上的药店老板 马西龙和军龙的孩子 十岁的凯尔对于义勇军的出现可谓是欢呼雀跃 因为很长时间以来 义勇军的传说就是他最为钟爱的睡前故事 此次得见偶像 他在义勇军驻扎的地方跑前跑后 就像追星族一般 只为能再接近自己的偶像一步 甚至跟自己的爸妈说 自己长大了也要加入义勇军 也许这样他就可以保护爸妈 不受坏人的欺负了 众人修筑城墙 加固房屋 大家各有所长 之前斯特吉斯凭借自己的个人关系 从附近的原子猫据点中得到了两部动力装甲 虽然哪怕他绞尽脑汁都无法让动力装甲恢复运转 但这些装备还是让众人多了一些抵抗的勇气 霍里斯上校派我们熟悉的普雷斯顿·加围与斯特吉斯一起 将房屋的屋顶部分用各种材料连接到一起 组成了更为灵活和坚固的防御攻势 霍里斯将军考虑到 万一城墙失守 众人还可以撤到屋顶聚首 一系列的防御措施使得大家信心大增 但霍里斯将军很清楚 自己手里这点兵力并不能真的守住昆西 但他现在不能让其他人了解这些 抵中我拐的不利消息 对于几方部队的士气打击 很可能是致命的 他火速送出消息 希望附近的友军迅速来远 他知道枪手很快会卷土重来 霍里斯的考虑没有错 在经过情报分析和重整旗鼓后 枪手的进攻又开始了 义勇军士兵手中的雷射步枪开始冲能 枪手的指挥官开始下达一系列战斗指令 致命的火力划破了黎明 昆西战役正式打响 继继继继继继续